所以他這裡說到 內發深切的誓願和受戒 是更能做到親近的犯 所以多數的人害怕受戒 是因為怕犯戒 怕犯戒是因為怕犯戒之後 會做三二道 怕犯戒的果報 但是如果我們要知道 你不管你受不受戒 你犯戒的都有果報 都有罪報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你因為一般人錯誤會認為 我不受戒我就不犯戒 我不犯戒我就不受罪 不受苦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那你受了戒 你比較會意念我有受戒 因為受戒其實是像佛陀 像佛菩薩許諾 我要做什麼 我不做什麼 那麼你更容易 因為譬如說 譬如說今天我們持報冠戒戒 報冠戒戒不殺神 那麼今天就算你殺了一隻蚊子 你都會覺得你犯了戒 那麼會怎麼樣 會心裡面會有會覺得 哎呀 就是平常你沒有受戒的時候 你可能想殺他就殺他 那今天你受戒 你要殺他之前會猶豫 就算最後你還是殺死他 你會感到有一點懺悔 那麼戒之所以就是說變成重罪跟輕罪 照一樣的事 比如說一樣是殺蚊子這件事來講 那麼為什麼本來是輕罪 後來會變成重罪 或是他的輕跟重是以什麼來分 當然你布施也一樣 你布施的對象 布施的東西跟你布施的心態 那麼你殺神也一樣 你所殺的對象 你殺神用的方法有沒有殘忍 那麼你殺當下的心態 還有你殺之後的心態 就是你殺的對象 你殺的方法 有沒有讓他特別受苦 你殺之後 殺當下的心 殺之後的心 那麼都影響你這個殺罪輕跟重 那很簡單的 你受了戒之後 假設你忘記了 你有受戒 你還是殺 但是你會想到 我今天受戒不能殺 所以你會怎麼樣 你會馬上懺悔 那懺悔他就會讓那個心 讓那個煩惱的力量減少 讓那個成人至少你沒那麼成心 你殺他的時候是起成人心的 但是你殺了之後發現 我有受戒 所以你會起慘愧心 所以這個心馬上就轉變 那個煩惱 那個稱認性的煩惱 馬上就減少 那他最之所謂重視 因為那個煩惱相許 那個稱認性相許 結怨不捨 最重是重在這裡 所以相許 那行為會相許 那你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就會來一隻殺一隻 來一群殺一群 天天來就天天殺 大概就這樣 那麼本來是中輕罪的 也會變成中罪 那麼你受了戒 他就沒有這種情形 第一個 你如果很深刻的話 你會意念 就好像我們平常吃素 我們要看就要先問 這個是素的嗎 會先這樣問 我們不會拿來就吃 吃完了再問 剛才吃的是素的嗎 絕對不會 會先問這個是素的嗎 一樣的道理 因為你覺得 我有吃這條戒 我不吃肉 那所以你就會先問 就好像你有這個病 我吃這個會過敏 這個有含什麼東西嗎 含牛奶嗎 類似像這樣 那麼受戒也會這樣 你會先問惡 因為受戒很深刻嘛 所以你知道 好像就像你結了婚一樣嗎 你結了婚你就知道 哪些事不能做 哪些地方不能去 它是有規定的嘛 你是一個軍人 我是個軍人 我是個軍人 我哪個地方不能去 不能做 太有規範的嘛 那麼你自己會記得嘛 好 那現在 現在你受的戒 你也是有這種戒 所以深刻嘛 所以受戒都要跟你問 第一個 都要講你自己的名字 我某某人 我是誰 我怎麼樣 我今天要來受戒 你自己講 為什麼 那麼要問你 而且要問你 你能不能做到 能辭否 你現在第一條不殺身戒 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不殺一切都會 第一條是不殺身戒 你能做得到嗎 能辭否 你能做得到嗎 第一個 你要確定 我是自己來受戒的 我是來受戒的 我某某人 我弟子某某 你要這樣念 第二個 我現在問你 你這樣能做到嗎 你自己要想能做到 是你自己覺得能做到 所以為什麼要這麼做 讓你的內心深刻 讓你清楚記得 我有受這條戒 我要這樣做 我在佛前許莫的 其實問題是這樣 那麼因為這樣 所以你受了戒之後 你比較容易不犯戒 就是你 你內心那個越是越會生起來 馬上遇到這個戒 你就會生起 這個我不犯戒 那麼就算最後克制不住 還是犯了戒 你會忏忍 就是還沒犯戒之前 你會預防 讓自己就是控制 控制讓自己不犯戒 不去照做 那麼沒辦法照做了 你事後會後悔 你那個心比較不容易相續 比較不會相續做 我是陰重心 相續做的心比較不會 所以這樣 這樣更容易做到清淨不犯 就算犯了也比較快懺悔 容易回復清淨 其實這樣子的 那一般人不曉得這個道理 就覺得不要受罪好 不用受 不受我就不會犯戒 其實不是這樣的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不受苦 不犯戒 最好要受戒 受了戒比較容易不犯戒 而且你受戒 你天天會意念 我有受這個戒 我有受這個戒 那麼你就比較不會去犯 那就算犯了 你比較會忏忍 這個是有助於你 有助於你 那麼因為無力而犯罪 那麼有一些因緣不好 你自己也不想做 你自己也不想做 你也知道不能做 但是在大家三推四推 或是因緣所播 你還是要去做 那麼這種情形也會減少 因為你至少受了戒之 你聽我的戒法 跟你一起學習戒的人 就這些因緣三因緣就多 二因緣就少 因為至少你持了戒之 你的三因緣變多 二因緣變少 所以當有二因緣來讓你犯戒的時候 有一些三因緣會來護持你 讓你不犯戒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為了讓我們不剁三二道 因為戒最主要是剁三二道 那麼我們最好要去受戒 那麼受了戒 雖然還是會犯戒 老實講受了戒很少不犯戒的 尤其像比丘戒也三百多條 然後這個五戒 那麼單單殺生一件事 你就不容易不犯 真的 有時候逼不得已 還是會殺 但是殺了之後會覺得 殺的當下有一些猶豫 殺之後有一些不安 有一些慘 能夠不殺 就會後來就會養成 能夠不殺盡量不殺 那麼就算不得已殺了 自己會很慘 那麼這種幾次以後 你那個殺的因緣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因為心會招感 煩惱多 那個境界就越多 境界越多 煩惱又越多 那麼依照這個境界又不斷在犯戒 那麼最怕的就是你都沒有慚愧心 最怕的就是這樣 但受戒很容易引發常規心 就是自己力量不夠 自己控制力不好 慢慢慢慢你就會增強你的力量 那這個是很好的 所以沒有受戒的應該受戒 那麼受戒很多人 有一些人這樣說 就是你不要去受菩薩戒 因為受菩薩戒起心動念就犯戒 那麼你受了戒常常犯戒 你更容易 有一些人這樣說 就是你受了菩薩戒更容易墮低 你不是受戒還好 受戒因為常常犯戒容易墮低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你受了菩薩戒跟受五戒是一樣的 那麼只是菩薩戒更為眾生這樣而已 而且菩薩戒也不是在吃素不吃素這一條上 不是 菩薩戒是有苦力心 有慈悲心 不吃素其實也可以受菩薩戒 但是受菩薩戒最好吃素只是這樣而已 菩薩戒最重要是要行菩薩道 這裡說深切的誓願 當你有這個菩薩心要去受菩薩戒的時候 因為這裡是在這裡的戒是在講菩薩戒 後面還會講到 然後就是為了眾生要利益眾生 而且你必須要此見 你不傷害眾生 那麼不傷害眾生還要利益眾生 那菩薩戒是在做此這一方面 就是你有做才有此見 就好像比如說人家傷害你 後來人家來跟你懺悔 你不接受他的唱歌 他只要你犯見 你不去傷害人家 照理來講 生人間你不去傷害人家就不犯見了 那麼你雖然不去傷害人家 但是人家需要你幫忙 你不幫忙他 你也犯見了 那這個也是的 所以他重點在積極的 積極的要去利益眾生 而不是消極的不傷害眾生 那消極的不傷害眾生 只能讓你不墮三二道 但是你不是不墮三二道最好 你還要成佛的 你還要跨越解脫再成佛的 所以你要積極很多的福德智慧之良 這一些都要很積極主動的去做 所以應該修你不修 應該做你不做也犯見 不應該做的你做當然是犯見 應該做的你不做也犯見 其實在這裡 好 我們等一下看 所以他這裡講到 說外衣三寶的加持 內發深切的誓願 那麼因為受戒要在佛前這樣講 在佛前講 然後這個有照這個儀歸來講 如諸佛進行獸 不殺身 我弟子某某進行獸 不殺身 這個叫做在前面發願這樣講 對著佛講 所以這個叫做外衣三寶的加持 內在這個心願 是自己真實要跟佛學習的 自己覺得自己本來就應該這樣做的 就算做不到也要努力像佛學習這樣做 這個是深切的誓願 外有這個形式 儀鬼 那麼你清楚的知道 我要受了這個五戒 我要受了這個菩薩戒 內在也真心要行菩薩道 要跟佛學習相成佛 想要利益眾生 所以這樣的力量就會讓你不容易犯見 其實是這樣 所以絕對不要怕受見 也絕對不是說你要親近了你才去受見 親近了就不用受見了老實講 你已經親近了 他那個時候就有所謂的道貢戒 你也不用特地去受見 不用的 那麼你不持見 但是你一直就是說你看起來是不持見 但實際上你一直在持見 你不受見 但是你在持見 其實是這樣 那我們是 因為我們有煩惱性 有不好的習慣 有不好的姻緣 有二陰 二月 二元 所以很容易犯見 那我現在受了見 我有規範 我就比較不容易犯見 就好像說 這個開車上高速公路 他有規範有檢查 你就比較會守規矩 如果沒有的話 有時候會守規矩 沒有事的時候守規矩 有事的時候可能就不守規矩 就是心正煩惱的時候 或是說你要趕時間的時候 你可能就不守規矩 不耐煩的時候 但是沒有事的時候你可能就守規矩 所以我們有惡陰惡緣 平常人也不會去殺到以後 一般正常人平常也不會 但是二陰 二元 二月來 煩惱起來的時候就會 所以你必須要透過受戒這一種 這一種形式 跟內心起這樣的試驗 你就容易不犯 真的 所以決定不是說 你要都不犯了你才去受戒 有一些人強調這樣子 這樣是沒有意義的 而且是錯誤的說法 就是因為你可以犯 你才要去受戒 讓自己不犯 其實是這樣子 從違犯而失戒的過程來講 過失來講 這是重犯的根本 一切過犯的根本 主要 而這個過犯就是罪過的 我們講罪過罪過 就是這種苦最重要是墮落散熱道 所以我們說向善 向善 向抵頭 佛法第一個先讓你不墮散熱道 我們現在不在散熱道 但是我們有可能墮散熱道 因為我們以前有過散熱道的月 就算你的散熱道的月很輕 你現在照了還是可以墮散熱道 所以重點 一旦墮散熱道你再上來 那個是很久的事 那個時候力量就越來越弱了 所以第一個先讓你不墮散熱道 這是第一個 那麼這個就是持戒 戒就是讓你不墮散熱道的根本 所以叫做戒才得人生 生人生天基本上都有戒 但是生天還要 除了戒之外還要加善 還要行善 你只是持戒 他還沒辦法生天 你還要行善 你才有辦法生天 還要看你行善的層次 太少也生不了天 所以持戒是讓你不墮散熱道 所以我們說歸佛歸法歸身 不墮地律不墮惡不墮俗身 就是你像歸佛是向佛學習 你向佛學習 第一個學的就是戒 第一個學的就是戒 然後才定才會了 然後我們所有的罪都是由業來 所有的業都是由煩惱來 所有的煩惱不理貪稱吃 所造的罪不理殺到人家 其實不理罪 所以戒只要就是防非子惡 就是還沒有犯的時候 你能夠預防不去犯 所以比如說我今天 我今天受罰罐待見 過午不死 中午過午我就不吃了 再怎麼好吃 再怎麼餓我也不吃 你也是像這樣 然後我今天受罰罐待見 不走向後半不享有獨生 我平常會化妝少香水 今天就不用了 那麼這個就是持戒的心 你會預防 你會預防 那麼就算犯了 不小心犯了 那麼你會馬上停止 不能再去吸 就馬上停止 然後叫他忘記了 忘記了吃 比如說有些人說報告再見 那過午不死 可是他平常沒有 他偶爾來送你吃 所以他沒有習慣 今天剛好有人請他 請他吃 請他吃東西 這個很好吃的你吃看看 他不假吃的時候就拿起來吃了 吃了才馬上想到 咦 我今天說報告再見不能吃 他馬上想到他就止住了 不再吃了 他不會說好 那我把這一碗吃完 把這個東西吃完 不會 不能吃 已經吃了 已經吃了就吃了 可是接下來不能再繼續吃了 他有防飛子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 那因為這樣 你就算會照月也不會很重 因為他不會相續 那麼何況你會預防他 讓他不照約 其實是這樣 所以他說 主要是墮落三惡趣 或受貧困的果報 貧窮困苦 貧賤困苦 只要是這樣 平常說千令不捨得貧窮 就欠他 那個是對布斯來說的 犯戒得墮落惡趣 這是約特殊的意義講 就是他是 因為特殊的意義就是 他是從某個方面來說的 他並不是都一定是這樣的 他底下就有舉例 比如說身在鬼道或畜生道的 有些他也是三惡道 鬼道跟畜生道就是三惡道 但是他是墮落三惡道 但是他也有福報的 這個鬼裡面有裁鬼 福報個大 比如說像城隍爺 土地公 有些福報很大 那畜生道有些福報也很大 你看現在有些人養個狗 過得比人還好 真的 有些過得比人還好 前幾天我遇到一個吉時空 他家的狗 裡面還有空調設備 狗屋 狗屋很大 而且狗屋裡面還有空調設備 我是狗真好命 好狗命 那麼有一些狗或是貓 確實福報也很大 猴廟裡面的猴 印度的牛 印度的牛福報也很大 牛長在印度真的是要福報 那有些蛇廟的蛇 反正就是動物裡面 也有那種福報很大的 那像現在也很習慣養寵物 那些寵物都寶貝的不得養 那公的都叫兒子 母的都叫女兒 他基本上都寶貝的不得養 過得也生活也很好 但是他們是善惡道 所以他說 有堕落而受福報的 那麼在人中 雖然不堕善惡道 人但是過得比東海不如 有些也是這樣 有貧苦不堪的 這是詩與戒的不討果報 就是他同時果報成熟 在人中 因為他牽他 就是他做人的時候就貧窮 他不辭戒 也不能說不辭戒 就是沒有辭那麼好 通常我們做人都是 辭戒也有及格不及格 及格裡面也有滿分跟不圓滿 七十分八十分九十分不一樣 那比如說你會堕善惡道 通常是重罪 那重罪裡面 比如說殺罪好了 殺罪裡面 殺人就重罪 殺人就重罪 但殺人會不會堕善惡道 還不一定 央覺摩諾也殺人 殺那麼多人 他也沒堕善惡道 他沒堕善惡道 是因為他還沒堕善惡道之前 他就正阿羅漢 所以那些業還沒成熟 都不會成熟 不會成熟 不然央覺摩諾殺那麼多人 那這個聯發社比丘尼 那個血營業就很重 他在三個大城市做祭禮 而且專門蛊惑那些休息的人 他血營業也很重 但是他在果報還沒成熟之前 他就正阿羅漢了 但是他當然後來也有一些果報 所以基本上都要受苦 包括央覺摩諾 包括聯發社比丘尼 甚至像木劍員 加流投影這些 他們都是有受一些果報的 但是他們受完果報就不再受了 因為不會再成熟了 已經成熟了就要受 基本上是這樣 那平常來講 就是受劍 你我們說比如說不殺生劍 那你不殺生 只要殺生都犯劍 殺一隻蚊子殺一隻大象 都是殺生 但是殺蚊子跟殺大象的果報不一樣 殺動物跟殺人都是殺生 但果報不一樣 那通常來講殺人是根本罪 殺人是重罪是根本罪 當然還要看你用什麼心來殺人 他又有分 你用什麼心來殺人 用什麼方式來殺人 殺了多少人 那麼這個也有分 那麼殺人之後你是什麼心 那這個都有分 但是基本上來講殺人是重罪 你殺的是善人 殺的是惡人 殺的是恥五戒的人 殺的是 殺的是凡夫 殺的是聖者 殺的是發脯之心的人 這個都不一樣 不過殺人是重罪就是了 那殺動物 如果你常常殺 常常殺氣 承認心常常殺 殺很多 那麼有時候我會比殺人最重 那假設說你殺 你雖然殺生 但是就是說這個也有持戒 就是你只殺 蚊子蟑螂 其實他不殺 他也有持戒 他持得不圓滿就是了 就是及格 但就是接近 就是及格而已 就是持戒也有分 有分好多者 那比如說偷道也是一樣 那麼到事前到我前 那麼有重罪 有輕罪 那你布施跟持戒 比如說你正在軌道 那軌道如果他有持少分戒的 那麼他就變成 因為通常持戒是有威德力 莊嚴 那麼比較有威德力的通常都是 比較有持戒的 比較有持戒的 像土地公這一種 基本上是福報大 比較修善的 但是他為什麼會剁三二道 他很多都是因為邪戒 或是一些錯誤的觀念 他墮入了這個邪戒 或是殺生持得不好 但是其他戒也持得好 比如說關公 關公也是有威德力 但實際上來講他也是鬼道 有才鬼 但是他非常的威德力 同樣做鬼 有的有威德力 有的就沒辦法 但是有威德力的通常都是有持戒的 但是持戒有很多 殺到盈望 關公大概殺生戒持得不好 他就在這殺了很多人 但是他其他偷到血也不好 也就持得好 持得比一般人親近 所以他基本上就有某部分的威德力 通常持戒比較貴 布施是比較富的 就富貴 通常這樣來講 布施是比較富 他的果報就是富 持戒就是貴 持戒還有分很多種 基本上這樣講 就富貴 貴代表他的長相 他出生的家庭 他受人家的尊敬 他比較有威德力 比較有力量 他說 他這裡講 千念不捨得貧窮報 一般來講 犯戒就得墮落惡趣報 那麼這個是特殊的意義 身在鬼出而墮落受福報 在人中有貧苦不堪 這是師跟戒的不同果報 貴就是人家比較看重他 比較喜歡他 比較呵護他 比較尊敬他 有這一部分的 那動物的話就是 你不是說尊敬這個動物 而是你喜歡他 把他寶貝起來 那麼 如犯仲介而墮地 一定貧乏的什麼都沒有 那地獄裡面就沒有 地獄就沒有 那麼畜生跟鬼都還有 還有一些新的福報 那造業沒那麼重 那地獄還有分喔 地獄還有分 大地獄小地獄 無界地獄 那實實在受苦的 一個休息 他只有受苦跟不受苦的差別 他沒有享樂的 沒有熱 完全沒有熱 只有受苦 受大苦跟受小苦的差別 沒有不受苦的時候 地獄沒有不受苦的時候 那只有受大苦跟受小苦 那受大苦的間隔時間 間隔三秒 間隔五秒 沒有間隔 沒有間隔就是五間定義 不斷不斷 沒有間隔就受苦 他說 如此 世間上品 境界而升天 一定是非常富樂 那麼天上就沒有苦 天上基本上沒有苦 也不能講完全沒有苦 就是沒有人間的這些苦 而且間隔時間也比較長 他唯一有的就是愛別禮 天上也有愛別禮苦 但是他沒有怨政會苦 沒有求不得苦 沒有 他沒有求不得 沒有怨政會 但是有愛別禮苦 但是愛別禮苦 因為他說明很長 有時候都是一千年以上取掉的 所以他不會說 人間幾年就要愛別禮一次 甚至他因為老死都要愛別禮 或是戰亂或是怎麼樣 那麼都有這一些痛苦 那麼天上比較美 好 但是天上的苦比較少 微苦 小苦 那人間就有很多苦 那三二道苦的苦越長 是間隔的時間越短 受苦的時間間隔越短 所以他這裡講 可見犯戒也是貧乏因 持戒也是負勒因 都不一定是負失才是貧乏跟負勒 而是持戒也可以有貧窮跟負勒的因 因為你升到天上 你持戒 或是你升到天上 那麼你就什麼都有 你不一定有負失 就是說你持戒持得非常清靜的 要知道專知師的 專門只是知道自己做好就好 那麼節身自好的 那麼他說才會升人而得貧乏報 就是說你只注重到自己 不去造作惡業就好 那你也不去幫助別人 那麼你來生做人的時候 那麼就會貧窮 不要說什麼 當然羅漢都會脫空波 其實他今天這段羅漢 比如說他過去一生做人的時候 他也持戒 但是他就簽他那個故事 所以他做人也很莊嚴 那麼他也知道要休息 但是他就是沒有那個福報 就常常脫空波 所以佛教員他們有一個例子就是 羅漢脫空波 大象掛陰洛 他墮落三六道 他不持戒 但是他熱散好失 他不持人多 所以他做大象 但是他做動物裡面的大象 這個是比較有威得力一點點的 做老虎大象跟做其他動物不一樣 他比較威得力 在動物界的上面 比較不會受其他動物的欺負 那麼這個還是有的 但是就是可能就是 持戒吃得不那麼好 某一條街他吃得不那麼好 所以他就墮出生道 但是他當時做人的時候 他熱散好失 所以他做大象的時候就掛陰洛 全身都掛滿陰洛 就是一樣 比如做貓 做狗 有些也很有福報 那可能也是他的善念 但是因為他持戒吃得不好 所以他墮入出生道 如以持心相應而持戒 充分表現積極利他的意義 升天師一定能得富樂尊榮 那麼這裡講到持戒這個概念 從持戒的功德來講 那是三善的根本 那不持戒 他簡單講不持戒有什麼過失嗎 為什麼要持戒 不持戒你可能墮入三二道 就這樣 墮入三二道你就受苦 而且是長時間的受苦 所以為了不墮三二道 你必須要持戒 那麼他說 那麼持戒有什麼好處嗎 不持戒有什麼過關 現在再來講那持戒有什麼好處 除了不墮三二道那還能做什麼 還有什麼好處 他是三善的根本 什麼是三善呢 第一個 他基本上就是三心 三種善心 真善身心 出離心跟普及心 所以還要什麼 向善 我們在預見 我們要往上一次一次往上 除了不墮三二道 不墮落之外 還要不斷的向善 一直到哪裡 一直到解脫 從佛法來講 叫做成佛 一直到成佛 不斷的向善 一階一階的向善 在不墮落的基礎上 不斷不斷的往上 一直到解脫 一直到成佛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他說 他是三善的根本 一是真善身心而持戒的 人得真善身 生仁天而富樂自在的果報 真善的意思就是比你現在好 你現在是人 人你平常貧窮 以後可以富有 現在不受人家尊重 以後得人家尊重 現在能力弱 以後能力強 就是因為持戒 那你現在身體健康比較不好 以後身體健康好 健康長壽 富貴尊榮 見屬何樂 那麼這個善緣 善緣增望 就是你誠實 那麼你這個說話有力量 那麼這一些都會讓你越來越好 然後甚至可以讓你升天 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 不會墮落 那麼這個都是從持戒來 所以真善就是 真就是真家 你沒有的越來越 就是越來越多 那你以前求不得的 現在不求而得 那麼往上 不斷往上 現在比以前好 未來比現在好 下一輩子比這一輩子好 那麼好有很多方面的 就是人際關係上 你自己的能力上 那麼你所擁有的 比別人多 比別人好 你自己本身具足的 比別人多 比別人好 那麼生人天而得富樂之在 這個果報 第二個以出離心而持戒 假設你是為了解脫持戒的 因為你要未來比現在好 你必須要持戒 所以我持戒不想做得到 而且我希望能夠升天 能夠未來做人的時候 能夠健康長壽 能夠富貴尊榮 能夠眷屬合合 能夠事業圓滿順利 等這些 那麼你都必須要持戒 你是用這種心來持戒 你就能夠得到這種果報 這個叫做真善果報 那麼以出離心持戒 就是你是為了得解脫的 因為你不持戒你就不能得解脫 你不能脫離三二道 你哪裡能夠脫離欲戒 佛法是這樣的 我們說過 我們剛剛講 向上向上這樣解脫 先 我們先看 這裡是三二道 第二鬼出神 那麼這個是人 這個是天 那麼這裡是欲戒 欲戒 然後上去還有色戒的色戒 色戒天 然後無色戒天 無色戒天 這個是天 那我們是在這裡 那麼你要避免向下墮落 向下墮落你要上來很久 而且很辛苦 所以你在這裡避免墮落 要持戒 不墮落三二道 那麼人可以負熱之戰 或是升天 那麼 這個都是負熱之戰 不會苦 沒有這些苦 那麼這個叫真善生 你真善生心 你想在做人的時候 更健康 更長壽 更富貴 那麼眷屬更和樂 這一些 那麼你就必須要持戒 看你持戒 持到什麼層次 那麼你要生這個還要有定 還要有定 就是除了戒之外還有定 那一戒天就不用 一戒天行善就好 就是五戒十善 那你如果只是持五戒 那你生不了天 沒有布施啊 這些 實際上 你沒辦法生不了天 那麼你沒有五戒 你的生人都沒辦法 當然五戒 我們說有層次的差別 那要及格 那就是第一個 先保證不破三二道 第二個 那麼就是你如果有真善生心 就是我未來要比現在好 現在要比過去好 你必須要持戒 下輩子要比這輩子好 那麼所以他基本上是真善生 如果是出離心那就不是了 出離是出離三戒 就是你要超越欲戒 就是你要超越欲戒 我們現在在欲戒 六道都在欲戒 我們人也在欲戒 但是你要超越這個人 超越這個欲戒 你要超越這個欲戒 你必須離五欲 就是要持戒 離五欲 你不持戒 你連三二道都不能超越 然後你能夠超越欲戒 你要先超越欲戒 然後再修戒 再修戒 那麼捨去這個色灘 什麼色灘 再超越色龍色戒 那麼就是還是要以戒為基求 你沒有這個 你連這個都 你連這個 你連這個不墮三二道都沒辦法 保證不了 你只要持五戒 你就保證不墮三二道 你如果不持 你練什麼咒都沒用 練什麼佛 都不能保證你不墮三二道 真的 練什麼經 練什麼佛 練什麼咒 你如果不持戒 你都不能保證你不墮三二道 所以你就是持戒 那麼再進來修定 修慧 那麼出三戒 這個是出離心 所以你為了要出離 欲戒 色戒 無色戒 其實三戒就是輪迴的意思 所以你為了解脫 解脫生死 輪迴就是生死的意思 生死輪迴 所以你為了要解脫 解脫生死 你必須要持戒 讓你能夠不墮三二道 讓你能夠超欲戒 色戒 無色戒 都要以戒為基礎 都要以戒為基礎 那這個字出離心持戒 仁德決定勝果 決定就是決定會超凡入勝 正德勝果勝法 勝就是輸勝 那麼輸勝的這個法 一德勇德決定不再退堕生死 就是成為勝者 就決定不會再成為反復 那麼一旦正德勝者 正德出國 一旦正德出國 那麼你就不可能再堕三二道 那不可能並不是佛家指他的 而是他從此沒有那個煩惱 不會造那個惡業 所以就算他過去有造過 沒有成熟的決定不會再成熟 沒有成熟的決定不會再成熟 已經成熟受完報 也不會再決定不會再有新的念 決定不會 因為這樣 因為決定不再起這種煩惱造這種念 所以就決定不會因為這種野獸這種罪 這個是這樣的道理 那第三 如以菩提心持戒 就是為了成佛而持戒 不是為了出禮善戒 解脫而語 是為了成佛而持戒 那麼為什麼要成佛 當然是要利益眾生 所以為利益他 就是眾生 而持親近的失望 如果我不持戒 我自己都救不了 我怎麼救眾生 如果我生病 我自己都要我父母照顧 我怎麼照顧我的生病的父母 第二個道理 所以為了照顧你的子女 你的父母 你必須讓自己健康 有能力照顧他 如果我自己都需要他們救濟 我怎麼樣幫助我的子女 我的父母 所以你必須讓自己有錢 富樂 一樣的道理 那麼你要這樣 讓自己不會貧窮 卑賤 讓自己不會短命多病 需要父母 要憂心 操心 需要子女 憂心 操心 你自己要怎麼樣 要持戒 當然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為了要 我為了要利益眾生 第一個 我要先讓我自己不做三二道理 第二個 那麼我有這個能力 那麼我才能夠幫助別人 我是為了成佛 你要解脫 你要正出國 正阿羅漢 你都要持戒 你要升天 你都要持戒 你要做人 你都要持戒 那麼如果你不持戒 因為人都做不了 怎麼做佛 怎麼做佛 不要說做聖者 就是你人都做不了 人做好了 進一步 比人更自在更富樂的人 叫天人 更有能力 那比天人更好的叫做聖人 聖人中的最究竟叫做佛 其實是這樣 所以我們 佛是最能利益眾生的 所以我們為了要能夠廣大的利益眾生 我們必須要成佛 為了成佛 我們必須要持戒 是這種心 這種心來持戒 好 所以他說 為利益他而持親近的持我 這就入語大聲 這是你菩提心 所以你以菩提心來持五戒 那麼也是菩薩戒 因為菩薩戒重點是菩提心 你以菩提心來持五戒 他就是菩薩戒 你以菩提心來持十善戒 他就是菩薩戒 你以菩提心來念佛 那個就是大聖的 大聖的念佛 一樣的一道理 所以這就入語大聖 重點是看你用什麼心來做這種事 就好像你是為了下輩子更有錢來布施 那麼這個就是人秤的 那麼你為了以後升天來布施 你就是天秤的 這個就是真上身心 你是為了得解脫來布施 以後修行不會那麼多障礙 然後比較能夠如意 那麼你這個就是二乘的 出離心的 那麼你為了 你布施是為了能夠成佛 那麼有這個要行這個雞弓烈的成佛 你來布施 這個就叫布施多龍 就是菩薩戒 當然他還有所謂的無所得心 後面還要講到三心 持戒也是這樣 但是重點就是你的發心 你的發心就好像殺生的一樣 你是用什麼心來殺生的 就決定到這個罪 這個罪堅固不堅固 重罪還是輕罪 要看你是用什麼心 所以當你用為了菩提心來持戒的 受戒的時候 這個就是成佛的因 這個就叫做大聖戒 所以 第一 幽波色戒也好 沙咪戒也好 比丘戒也好 七重的別解多戒 從菩提心出發而受持的 就是菩薩的別解多利 所以七重都可以受菩薩戒 那我們現在菩薩戒的概念 比較像是 放黃金的菩薩戒 幽波色戒金的菩薩戒 還是一些菩薩戒 但是從這個發菩提心而持戒 受戒來講 那麼是不是菩薩戒 是看你有沒有發菩提心 你去雖然去受了放黃金的 以及菩薩戒的 但是你基本上沒有菩提心 那個也不叫做菩薩戒 菩薩戒的重點是有菩提心 戒是一種誓願 以菩提心而發的誓願 只是這種誓願是 它分兩大類 一大類是可以分三大類 叫做三聚境界 但是主要是我不善愛眾生 我要利益眾生 利益一切眾生 但是如果分三大類就是 賢一切善 利益一切惡 度一切眾生 那麼你基本上 你不管你不傷害眾生 還是要利益眾生 它都是針對眾生的 就是針對一切眾生的 針對一切眾生 我基於對一切眾生的憐 我不帶給他傷害 基於對眾生的慈悲 憐 我要帶給眾生 一切眾生利益 那分成三類就是 修一切善 斷一切惡 度一切眾生 那麼修一切善 修一切善 斷一切惡 都是為了利益一切眾生 都基於一切眾生 來斷一切惡 修一切善 基本上是這樣 這個就是菩薩界 這個其實就是菩薩界 那菩薩界 最初的菩薩界 在榮術時代 榮術菩薩的時代 還沒有 現在我們看得到的這一些 這一些菩薩界 那基本上 在波爾金或榮術的大師裡面 菩薩界就是十善法 就是以十善法為界 那麼十善法基本上 是從五界再提升上來 就是 也是身三口四一三 他一樣是這樣的 那麼就是 十善法 十善法是比較積極性的 而且是從五界再增廣來的 他重在意念 比如說五界我們看 其實菩薩是以十善法為界 那麼五界殺到遺忘去 那重點是殺到遺忘 那這個是信件 這個是側見 那麼殺到遺忘 從遺忘 從遺忘裡面再分 兩舌二口 遺忘以遺 兩舌二口 遺忘以遺忘 那另外延伸出來的就是 還有延伸出來的就是 這個意念上的 不貪不撐不吃 意上的不貪不撐 所以意念上的不貪 就是貪稱吃 這個都是智子 殺到遺 兩舌 這個是身三 身體殺到遺 口液 兩舌妄允 其以妄允 兩舌二口妄允其以 那意 這生口液 這個就是生 生液 這個是口液 這個是意液 貪稱吃 這個是意 那麼這個就是十三 它是從五界延伸來的 當然在這裡有沒有 這是細界 神口液 這個十三就是菩薩界 所以這裡講 假設你受了五界 你受了五界 那是菩薩界的 菩薩界的界體 最主要的在菩提心 菩提心 所以你發的菩提心 持五界 持八界 神文界 比丘界 比丘寧界 那麼多叫做菩薩界 但是當然我們現在的菩薩界 就是有具體平穩的 比如說瑜伽菩薩界 四重四十三千 這個放穩金菩薩界 四重四十八千 六波斯二界經的菩薩界 六重二十八千 就變成原色這樣 那實際上 實際上它就是五界十三 那差別在於你是發菩提心 還是沒有發菩提心 差別在這裡 那你發了菩提心 它的原則就是不善愛一切眾生 要利益一切眾生 就是這兩個原則而已 我們把它擴展開來 就叫做三區間接 然後詳細的詩情細則 就是這個 尤其余伽菩薩界這麼講 就是六度四色 放穩金這麼講 又波斯二界這麼講 臨時像只是這樣差別 所以它這裡說到 那麼不管是又波斯二界也好 又波斯二界其實就是五界八界 三一界也好 三一有十界 三一也有十界 比丘界 比丘零界 就七重 七重是又不適合又波爾 這個是五界 或是八界 三一 三一零 四叉摩那零 四叉摩那零是六法界 三一 三一零是十界 那比丘 比丘零 那麼是聚足界 那就七重 叫做別解脫界 別別解脫 你持哪一條界 你就要從哪一個罪裡面的束縛得解脫 你就因為你不會有那個業 不會有那個罪 就算有那個業 也不會有那個罪 就算有那個罪 這個罪受完了 就不會再繼續受這個罪 因為你不再繼續造業 如果罪已經成熟 那你不能不受 可是你受了之後 以後就不會再受了 為什麼 你沒有繼續造 但是一般的人受了之後 以後還受 在受罪的時候又造罪 然後造罪完了以後又受罪 那受罪的當下又在造罪 就這樣 就不斷了 但是你受了戒指 就算你以前有造業 現在要受罪 現在受完了以後也不會再受 那如果以前有造業 那麼業還沒成熟 那就現在不受 現在不照 他不成熟 那麼就暫時也不受罪 暫時而已 但是如果你已經正果了 永遠不會再造業了 那麼當然就不會再受 那因為你有時候煩惱跟還在 所以你現在在有佛法的基礎上 有好的一面上你不犯罪 哪一天妄念思念不正式 那又開始造罪了 那麼業就又開始相信 沒有成熟的業又漸漸要成熟了 就會這樣 但是因為你有消除煩惱 你能夠做到這個樣子 那麼不管你過去有多少業 不管你現在在受多少罪 他都會怎麼樣 他都會過去 而且不會再有 那麼你也知道這個道理 所以你也不會 受苦的時候也不會繼續造罪 也不會繼續造業 因為你清楚這個道理 所以他這裡 那麼他說不管是佛法中的 欺重的哪一重 那只要是發菩提心受持的 就是菩薩界 你看這個觀念 那我們有時候沒有 就認為是 我們要去受那個 放王經的 有很多人不懂得菩薩界的這種 這種理 他會覺得我是受放王經的 這條界我沒有 我是受贏且菩薩界的 菩薩界就菩薩界 沒有放王菩薩跟贏且菩薩 沒有這樣的 菩薩界都是以菩提心為界 菩提心不離開五界十善 其實是這樣 這個我們後面還會說 先把這段說完 所以有人以為 欺重別解脫界是小聖的 我是大聖的 所以不用受此生物的別解脫界 那麼像日本為什麼後來沒有真正受 比丘界的出家人 他就認為菩薩界是最高的 我受菩薩界就好了 我不用受 我不用受比丘界 其實不是的 有人 有人聽到持見 就以為是小聖 他說這個是什麼 大邪見 持見不是小聖 小聖跟大聖 不是看你持什麼見 看你發什麼心 看你發什麼心來持見 不是看你持什麼見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他說你看 就說這是大神仙 那麼因為這樣 佛教衰弱於混亂的原因 就自以為是菩薩 不用去做那些事 不用去持見 不是的 所以佛教會墮落跟衰弱 因為一個人的行為 取決於他的觀念 他的觀念錯誤 他的行為一定會偏差 一定會偏差 錯誤的觀念 引發偏差的行為 就產生什麼 致命的結果 就是墮落的結果 混亂的結果 那佛教教就這樣 所以一般要以正見 沒有正見沒有正思維 你沒有辦法 引發正義正業正義 沒有辦法 那麼你不正義不正念 他就形成果報就是五卒二世混亂 要解走 見走 煩惱走 正身走 滅走 就這樣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正見是最重要的 我們平常有很多觀念 其實很多都是不正確的 像我們要滅罪 要滅業的觀念 其實重點是滅煩惱 是消除煩惱 不是消除罪 消除虐 你煩惱不消除 你業跟罪沒辦法消除 就好像你那個垃圾丟在那裡 你不消除 你單單天天在滅殺蟲器 要消除從垃圾引發來的 蟑螂 老鼠 蒼蠅 你怎麼消除都消除不了 你只要把它的那些清掉 蟑螂 老鼠就不會來了 你留了一大堆垃圾在那裡 然後天天在滅蟑 滅文 意義不大 因為什麼 這邊消失了 等一下又有老鼠 它滋生的地一樣 那麼你就算用一個力量 把你戰死的這個東西壓住 但是它內在沒有消除掉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煩惱 煩惱是造業的根本 業是受罪的根本 那麼你煩惱不消除 你天天想盡辦法在滅業 消業 消罪 滅罪 意義不大 沒有什麼意義 這個是佛教界比較大的錯誤 舉辦很多的法會 舉辦什麼都是要滅罪要消災的 而沒有人教你好好地觀察自己 我的罪 我的災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我這些罪到底是怎麼來的 是佛給我的當然不是 那不是佛給你的 你要求佛幫你把罪滅掉 佛怎麼有辦法 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那你的業從哪裡來 從你的煩惱來的 所以你只要滅除煩惱 煩惱滅除了 自然業跟罪就沒有了 就把垃圾移掉 然後那個地方變乾淨了 自然就不會滋身文影蟑螂 就沒有錯位 那你不是天天在那裡灑香水 噴消毒水 可是那個垃圾一直丟在那裡 一直丟在那裡 你再灑大多多的消毒水 那也不會乾淨 也不會乾淨 只是把那個氣味壓過去而已 意義不大 所以真正的佛法是講究 怎麼消除煩惱 而不是怎麼消除罪孽 怎麼消除業障 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道理一定要懂 好 時間到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大家合掌一下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接共成佛道 接共成佛道